我身后这台矿泳汽车就是NT120无人驾驶矿泳汽车 它是由中国兵器北中集团北方股份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台线控无人驾驶矿泳汽车 现在正式进入了下线调试阶段 这就是环境感知系统 该车一共有前后左右四个方向有四处环境感知系统 它用来感知周围的环境 然后把相应信息传给中控电脑 它就是驾驶员的眼睛 除了咱们刚介绍的环境感知系统 咱们这车还有精准定位系统 安全执行系统 通过这各大系统信息的汇聚到中控电脑 运算处理 从而实现了无人驾驶 除了线控无人驾驶模式 还有遥控无人驾驶模式 和人工驾驶模式 为运户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